制造芯片的过程其实很简单 它简直就跟用胶卷来拍照片一模一样 你看光刻机当中的光源 首先穿过一张带有设计好的机身电路图案的光照 再用镜头来聚焦 呈向在硅晶圆表面的感光材料 光刻胶上面让它曝光 使曝光的部分变成硅晶圆上面的迷你电路 完事之后再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 拾刻掉就好了 那用胶卷来拍照呢 我说给你听听 你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两者有没有区别 同样要先有光 然后就是你的拍摄对象将这些光反射过之后 穿过镜头 用镜头来聚焦成像在胶片表面的感光材料 乳继承上面让它曝光 使曝光的部分变成底片上的迷你前影 完事之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 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冲洗掉就好了 跟造芯片简直是如出一辙嘛 光刻机基本上就是一台大号的照相机而已 那问题就来了 照相机日本很厉害啊 尼康佳能都是历史悠久的光学大厂 那为什么垄断全球光刻机的确实比他们要年轻很多的一家荷兰公司 阿斯麦呢 哎呀你说奇怪不奇怪吧 但其实啊 尼康佳能不是没有实现过对全球光刻机的垄断的 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 前者拿下了45%的市场份额 后者呢稍微低一些 但也有25%之多 两个加起来 全球大约有70%的光刻机都是日本人生产的 而剩下的大头则被美国人拿了去 像是薄金海默GCA 也就是美国地球物理公司还有库里索法等等 一起占据了21%的市场 而只有不到9%是属于欧洲人的 而且阿斯麦肯定也没有贡献多少啊 因为此时的他呢 还正奋力的挣扎在连续6年亏损的生死线上呢 想要赶上 甚至是反超日本对手 不是天方夜谭是啥呢 但是啊 谁能想得到 你可能只需要走对三步 就能把故事里面的神话变成自己的神话了 阿斯麦正巧都走对了 第一步啊 是阿斯麦在2001年发布的Twin Scan系统了 所以Twin Scan呢 指的就是在同一台光刻机里面 有两个平台同时在对晶圆作业 一个正在曝光 另外一个呢 正在测量 这等于就是至少节约了一半的时间嘛 因为集成电路的图案在被曝光到晶圆前呢 必须要对晶圆进行精确的测量 而测量和曝光都是需要时间的啊 从前的技术致力于减少每一个过程所需要使用的时间来提升效率 而Twin Scan则把它们重叠在了一起啊 通过使用两个平台 当第一个平台上面的晶圆正在曝光时 另一个晶圆被装到二号平台上进行对准和测量 然后两个平台交换位置 原来在二号平台的晶圆进行曝光 而一号平台的晶圆呢 完成卸载 接着啊 新的晶圆被装载对准和测量 以此不断循环 这个东西一出来啊 马上就用晶圆的处理速度原地起飞了 弥康佳能简直就是跟不上嘛 于是份额立刻就被甩了下去 阿斯迈呢 陈胜追击到了2002年 已经拿下了全球光刻机市场的半壁江山了 好 接着第二步来了 又是一个关键性技术 净润式光刻所带来的 但原本啊 净润式光刻根本就不是阿斯迈发明的 它来自于台湾科学家林本坚 什么是净润式光刻啊 就是将原本夹在镜头与晶圆之间的空气 换成水而已 所以镜头和晶圆就净润在了一起嘛 那为什么要净润呢 因为对光刻机来说 想要得到更小的曝光尺寸 就需要波长更短的光源 而在三个世纪90年代 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被卡死在了193纳米 想要再往下降呢 已经非常困难了 既有技术上的瓶颈 也有资金和人力上的无底洞似的投入 在它身上似乎已经很难再看到希望了 那就看下别处呗 一个连高中生都知道的知识啦 用水的折射率来改变光的波长 这样只需要简单的加一层水 原本波长193纳米的光 马上就降低到了132纳米了 直接越过了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天线 这个手法甚至写在了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操作手册里面 而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半导体业界忽略了这么久 直到零本间将其发现 好了 带着静润式光刻的方案呢 围着世界跑了一圈之后呢 还是人家阿斯迈慧眼诗金啊 最早也最快的推出了采用这项技术的光刻机 2003年发布的AT-1150i 再一次把对手的份额给拽了一些过来 然后也就只用了三年时间啊 2006年便在新发布的XT-1700i的帮助下 彻底站稳了行业主导的地位 接着就是第三步了啊 继续拉开插具 在与日本竞争对手之间挖下巨大的鸿钩 这次阿斯迈靠的是EUV 即采用极磁外光作为光源的光刻机技术啦 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都清楚啊 净润式光刻呢 那只是一种权益之计 最终还是需要在圆头上去解决光源本身的问题才行嘛 用波长更短的光 这期间呢 当然是有一些路线之震的啊 比如就在到底是用粒子书或电子书 这种基于粒子的解决方案更好呢 还是用EUV这种基于X色线的方案 更好之间展开过长期的辩论 不过最终啊 大家还是一致选择了EUV 而这呢 就完全没什么迷抗和佳兰的事了啊 因为整个行业早就联合起来认准了 阿斯麦才是最适合将这项技术商业化的公司了 于是呢 就为其倾注了大量的资源 把巨人喂养成了独角兽 尘埃落定 光刻机行业已经看不到尼康和佳兰的影子了 好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啊 阿斯麦凭三步走赢下了天下 那尼康佳兰又是凭什么输得连底裤都没有了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封闭 不管是尼康还是佳兰 可能自认为自己是光学大厂嘛 所以讲究包揽一切 架构自己搞 软件自己写 镜头自己造 开发全自己 闲友与外界的合作与互动 所以短版就很明显了 而阿斯麦呢 从一开始搞得就好像是一个产业联合体一样 自己本身呢就是菲利浦和ASM 一家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半导体公司 合资而成的 可以共享两者的技术优势 然后呢又把很多业务给外包了出去 比方说相当重要的镜头 研发和设计呢都交给了蔡司 还跟很多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 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合作 联合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 于是啊就在每一个部分它都不短嘛 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呢足以嫌犯曾经的王者